然后我们看第二 那个拜偶像的 雕刻偶像的 说到祝福呢 顺服的时候祝福千代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咒诅三到四代 这个不是自据性的原理 是透过这种方法反映出 跟以西结束一样 耶和华神不喜欢罪人之死 恶人喜欢恶人 转离他的恶得火 按照上帝的公义 所有的恶人都应该下地 百分之百报应他们 这是神的公义的属性 神圣洁 神是公义的 绝不妥协 但是上帝却盼望 神不喜欢咒诅人 按照公义公平正直的去审判 照着罪人所示的去审判他 这是神的本性属性 但是神却盼望人 就是神所造的行星样式 悔改 不至于在罪中去灭亡 这不是说神打折了他的公义 用他的爱打折了他的公义 但是神的本性里面却愿意忍悔改 这个意思 所以他所行的本该咒诅 照着神他所做的应该受咒诅千代万代 但是另一方面 这个千代万代是一种比喻 上帝一定是公义的 照着他的罪 绝对是刑罚不妥协的 但是另一方面 上帝愿人悔改 神不愿意人量去做 所以你行好的时候 上帝高兴喜悦 所以巴不得祝福给你 用夸张的说法到千代 但是为了表达神愿意 神的怜悯 不愿意让人在罪中灭亡的态度 是三到四代 实际上严格来说 谁犯罪就咒诅谁 跟父亲 跟儿女 没关系 上帝这个人作恶 就由这个人负责 父亲的罪不会牵涉儿子 儿子不会因着父亲行得好 就蒙福 义人一开始行义 本来应该受祝福 但是他不能因着自己做的恶 因着行义就可以作恶 明白啥意思吧 以西节里面 那个公义的概念 义人如果转离 他的义行恶的话 他不能因着前面所行的义 就免除他干受的刑罚 恶人一开始行恶 又转离恶悔改行义的话 就不会因着他前面所行的恶 就不受众的祝福 这就是神的心意 要明白这个话的 到底要讲什么 所以父亲吃葡萄 不会酸到儿子 儿子也不会因着父亲 所行的什么 就可以肆意的 这个意思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过去了